周西乡史平部落一名年约70岁的居民 骑车回家的途中因为天气炎热身体不是晕眩 连同年幼被载的孙女掉落约一公尺深的农田里 索性仅受插伤孙女则受到惊吓 消防对救护人员以及警方获报到场之后 立刻将衰落倒在农田里的居民台上担架 并送到救护车立刻送移 年幼的孙女则是有行经关切的族人安抚前者 发现女性民众疑似 起身身体不适与孙女共同衰落到园中 同仁立即给予适当照顾并协助伤者就医 本所在此呼吁用路人身体不适 请勿勉强驾车以确保自身及用路人安全 不慎衰落到农田的居民主要是从副理市区买菜之后 回家途中因为天气炎热突然感到晕眩 停车之后因为无力 本身跟年幼的孙女则同时掉落到大约一公尺深的农田里 所幸只有受到擦伤 孙女则是受到惊吓 本身有在骑肾 然后有时候会自己骑摩托车 自己去骑走一走这样 因为她现在是一个人在家里 又加上最近天气热也有这些影响 夏日天气炎热警方呼吁民众身体不适 请勿勉强骑车以确保自身以及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